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长寿花扦插 上一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作品 也就是用长寿花的叶片做扦插 所用的机具就是核杀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用这些机头来给它做扦插 那么我们要如何做扦插呢 还有给它所用的机具也是不一样的了 那么这一次的扦插所用的机具呢 40%的炒炭土,50%的核杀 还有10%的珍珠炎这样给它换泡起来 既疏松又透气 那么为了让扦插成活力更加高的话 我们在这个土药一定要给它进行杀菌 这样在后期它的扦插伤口就不会感染到一些续菌了 看上我这些机头的都已经把它晾得非常干非常透了 这样给它扦插的话成活力就会更加高了 我们最常用的杀菌药就是这种宇宙多精灵 它是一种内虚型的又是广浦药 为了万无一失使用的杀菌药就是这种二媒菱 因为这种杀菌药它是针对土药进行杀菌杀媒 把所有的病菌咬效的杀面 因为它绿色又环保 而且它是内虚型的咬效的把土药里面的一些续菌给杀面 使用方法可以按照说明书 像我这些的话就是一比一千 一定要搅拌均匀充分溶解 这样直接的把这些土药给淋透了 淋得湿润就可以了 不能太过潮湿 如果新手扦插为了能够促进它快速的长出新根 我们可以在扦插机前给它使用一些快速生根营养液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促进根式续胞快速的分裂生长分化 使用的话就是准备500毫升的清水之后再给它滴上10滴 我这些才是一点点水给它滴上两三滴就可以了 给它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 那么就准备一个合适的花盆 这种育苗盆非常好 因为它比较透气 然后在这个花盆中间给它挖一个坑 把浸泡好生根叶的枝条直接把它擦下去就可以了 用手轻轻的把它压实 不能让它出现倒浮 这样经过了给它进行杀菌 还要浸泡一些营养液之后 接下来就是注意好后期的养护 一定要把它放在通风阴凉的环境养护 不能急着给它晒太阳或者是给它浇水 等到它长出新根的时候 我们就随着时间慢慢的给它增加光照 这样才能促使它更快的分支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